六百多栋土掌房组成的村子 房顶连坠在一起 将村中数百户人家结为一匹 住房上下相通 来的季节 村里人收获丰收的喜悦 大家聚到房顶上一起吃饭喝酒 能歌善舞的宜家女子 热烈奔放的演舞 简易独特的口弦 还有别具一格 在房顶上放映的露天变影 本期乡土走进庐西 看城子村宜家的酒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在云南省的卢西县 有一个城字古村 它由六百多栋三百年前的 遗俗土掌房组成 土掌房的房顶连聚在一起 将村中数百户人家结为一体 住房是上下相通 左右连贯 下家屋顶就是上家的庭院 只要进入一家 就可以从屋顶进入另外一家 这种形式可以说是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观 既然是下山市吗 我们在���òi 九月万寿局盛开的季节 这是向阳乡一年当中最美丽 也最忙碌的季节 今天是阿芬家里采摘万寿局的日子 村里的人都过来帮忙 山里人勤劳朴实 一家有食大家处理 也不需要什么酬劳 这是当地自古以来就有的习俗 向阳乡地处于南省的东南部 是一个遗族聚居的地方 很多文化在服饰上面就能体现出来 这是绣的 那上面绣的是什么花 吊子花 咱们这一家的底花没有 活了吗 是 是 还有活 活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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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 几家混 你们几家大一块 一块泡子 比几家混 你就比较 向阳这张 全部收下来的话 要五六天的时间 一般是四点 六点零点 一般踩到几点了 踩到十字笛 十字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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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踩再回刻 下饭了 一起十字笛 十字笛 十字笛 踩到六字笛 踩到六字笛 哦 踩到六字笛 阿芬的家在城自古村 整个村子由六百多栋 三百年前的遗族土掌房组成 相传遗族白韶部的先民们选中这里 曾用一棵树的枝叶搭建了二十四间土掌房 后来明朝成化年间的知府昂贵 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衙门 改白韶为永安府 使这里的土掌房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 最早在这个地方积州的一个部罗的这个 头领的名字就叫白韶 所以这个村最早叫白韶村 后来的话呢就是明政府明朝的时候 流行广西府时代 这个地方是采取明朝的政策吧 采取以一致以的 就是用当地比较有威望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来做投资府 流行的投资府时代呢有五个投资府 就是从昂普德开始到什么昂爵 昂通 最后呢到昂贵的时候呢 经历了五任投资府 由于昂贵土司府的存在 使城自古村成为当时滇东南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 随着汉族的逐渐迁入 并和当地遗族文化的相互融合 土掌房的结构样式也在不断的完善 建筑风格上既保持了土掌房平顶的特点 又融合了汉族四合院厅堂和雕龙画缝的建筑 形成了遗汉结合的建筑风格 那么后来昂贵诈败之后 明成化17年昂贵诈败自杀之后呢 哈族呢窃喜到这个村子里边来 他的这种房屋的机构呢就有了变化了 屋顶仍然保留的 遗族的投资房平顶的这种机构 但是内部的这种机构呢就是哈族的风格 包括一些木雕石雕门窗 这些都是哈族的机构 阿芬住的地方是以前清朝时期的将军府 里面一共有六户人家 在院子里面晾晒腊肉的 是他的老公何海仙和公公何绍兴 有八斤左右吧 八斤左右 这个肉呢是我们本地方 就是我们移交的呢 一年到头辛苦了 那这个呢 辛苦了 少一年 固年之们 请三碗碎来吃几顿饭们 然后呢就把它抹盐 抹上盐们 这个放在干里头就是盆里边 盐几天们 拿起来 盐在高水挂起来 除了腊肉 阿芬家里每年 还要做不少的火腿 这种火腿 形状像枇杷 色泽鲜艳 瘦肉呈鲜红色 或者玫瑰色 朝鲜艺 朝鲜艺 抹上盐呢 拿来 在干里边 一二十天 二十天左右到 各百亿的时间 原来给它 把这个盐 把这身体在里边 不容易变化变质 在这个 上面过着 用盐子切 吃了呢 吃了越馋越好吃 男人们在家里制作火腿和腊肉 女人们则是挑花刺绣 一家女性挑花不用模具 全面一双慧眼和一双翘手 见到什么就绣什么 想到什么就挑什么 我们在家里呢 喜欢花 特别是横色的 就是马鱼花 喜欢马鱼花呢 把马鱼花呢 带在头上了 标志着我们移轴的 服饰 我们这种花呢 这种也是八角花 你看 都是形状 都是这种差不多 都有八个角 里边外边有八个角 里边也有小八角花 你看十三个 几个颜色的 四种颜色呢 这种都是八角花 几根简单的木条密密麻麻的纱线 简单枯燥的动作周而复始 却编织出了遗嘱女性身上 绚丽多彩的颜色 阿芬也正是在耳熏目染当中 将这种古老的手艺继承了下来 阿芬今年三十岁和何海鲜结婚八年 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 他们谈恋爱的方式 是当地传统的白衣习俗 在成子村里面 有一间被大家称为工房的小房子 当地的青年男女 如果情投意合的话 便会在这里约会 每天晚上起床去找她呗 找到学潮以后她就给你出来啊 不 那开车还是不去 慢慢的她认识你以后 慢慢的她心里面觉得对你有一点好感 她才会气的 平时他们来找我们玩 所以就把我们带到他们村子里 他们叫的小房子里面玩 现在双方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是吧 是 是 那你和你两个人大概了解到多少时间 一年 一年 觉得你的工人还不错 然后就把这事定下来了 何海仙早些年在外面打工 去过不少的地方 随着家里老人的岁数变大 小孩也到了上学的年龄 何海仙便回到了村子里面 跑起了从村里到县城的客路运输 有时间的话 阿芬也会坐着何海仙的车 到几十公里外的盘县县城 这是她长这么大以来去过最远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 就是说你从小到大都是在如西 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没有 你觉得外面是有什么样子的 不知道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每年种植万寿菊也有几万元的收入 一家人计划农闲的时候到外面去看看 昆明 乡里乡亲们帮忙采摘万寿菊 虽然不用什么报酬 但大家辛苦了一天 阿芬家里要请大家吃个饭 来表示感谢 城子古村地处山区 种植的农作物以水稻 玉米和荞麦为主 乔麦做的乔巴巴是当地的主食之一 乔麦做的乔巴巴是当地的主食之一 这是我们自己种的 自己种了以后把它用木把它给摸碎吧 摸碎就用了 这样就做成乔巴巴了 这是就这样拿起来 这是蜂蜜 摸一点蜂蜜就可以吃了 吃起来味道特别好 家里收藏五年的火腿可以生吃 也可以炒蒸煮多种做法 切开的时候香气浓郁 瘦肉呈鲜红色 肥肉呈乳白色 这个是煮过的是吧 煮过的就直接配料炸一下就可以吃了 是 直接配料就可以了 是的 上面全是肥肉 没关系 这不腻 不腻 不信你尝一块 你来吧 阿芬 阿芬 阿芬性格腼腆 不爱说话 脸上总是带着甜甜的笑容 虽然同村的人在外四处打工 而他去过最远的地方只是卢西现成 但是阿芬心里却非常的充实和满足 他喜欢在家织布刺绣 金秋时采摘万寿局的感觉 这是他习惯和喜欢的生活 那结婚八年以来阿芬一直有一个心愿 而这个心愿将在今天晚上实现 六百多栋土掌房组成的村子 房顶连坠在一起 将村中数百户人家结为一体 住房上下相通 左右连贯 万寿局盛开的季节 村里人收获丰收的喜悦 大家聚到房顶上一起吃饭喝酒 门歌善舞的宜家女子 热烈奔放的延舞 简易独特的口弦 还有别具一格在房顶上放映的露天电影 本期乡土走进卢西 看城子村宜家的九月 城子古村的民居一山顺势 乘阶梯向上 土掌房的房顶连坠在一起 形成高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平台 全村六百多间土掌房 层层向前或左右皮帘 将村中数百户人家结为一体 住房上下相通 左右连贯 下家屋顶是上家的庭院 只要进入一家就可以从平台进入另一家 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 走近房友 他们更愿意在房顶走动 家里人多聚会的时候 也会选择在房顶 从一个位置 他在芭彦が另一家的辉iben 人家老师子 里生的部落 者在虎劲何st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人能歌善舞 大家聚到一起喝酒唱歌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使得当地形成了粗广豪放 坚强刚毅的性格 也造就了舞蹈中热烈奔放 节奏明快的特点 阿芬他们跳的叫演舞 是当地最常见的一种自愚性舞蹈 依靠脚踏在地上发出声音为节奏 边唱边舞 大家聚在一起 涂的是个开心热闹 这样的聚会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村民们并没有散去 在阿芬家的屋顶上说话聊天 因为有一件让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就要开始了 在国家电影 今天晚上电影来城市的电影 古斯片方 国药新娘 国药片方 农村道路交通阿雀 新闻塔电影的人就国药门窗 主义防护防导 起立法是来城市第一条平台上国家电影 傍晚的时候 卢西县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管理站的放映车 开进了城市古村 近几年来 农村电影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忠实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被列为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的重要工作目标 卢西县下设八个个体放映队 有流动放映车两辆 每年放映科教片和故事片2600余城市 今天是流动放映车到城市古村放映电影的日子 可以可以 听说放电影的来了 村民们纷纷拿起板凳到了房顶 找好了位置 等待夜晚的降临 村民们纷纷拿起板凳 床子古村地处偏僻 以前都通过看电影来了解山外的世界 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电视 可以及时知道外面发生的大事 但村里人更喜欢这部露天电影的气氛 而对于阿芬来说 虽然已经经历过很多这样的场景 但这是他和何海仙结婚八年以来 夫妻俩头一回一起看电影 你们两口子一起看电影吧 除了昨天晚上 没有 那应该是昨天晚上是你们两口子第一次看电影 是的 感觉挺不一样 感觉挺好的 屋顶上的露天电影 也许是最惬意的观看电影的方式之一 能看到美丽的夜色 闻到田野的清香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 但此时此刻 阿芬和何海仙 以这样的方式观看两人的第一场电影 就是一种幸福 新的一天到来了 和往常一样 阿芬起了个大早 和村民们一起来到了地里 继续采摘万寿菊 对于城自古村的人来说 每年的九月 都是这么的忙碌和充实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结婚八年来 阿芬终于和何海仙 一起看了一场电影 那接下来他们计划到昆明 西庄版纳和北京 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阿芬一家人 幸福美满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正过有多期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那么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事通 三更半夜 撒网捕鱼 颠簸海面 他们如何工作 历经十个小时 布下天罗地网 他们会有多少收获 拖网捞蟹 铁龙钓鱼 他们还有多少捕捞方法 看不完的碧海美景 吃不尽的生猛海鲜 下期乡土 带您深入南海大亚湾 一起感受小岛渔民的别样生活 感谢您的观众